歡迎收看娛樂有意思的聊八卦 今天八卦的內容呢 其實是跟林岳雲女士還有侯沛誠 那時候上綜藝節目的時候就有說 欸 侯沛誠其實成長經歷啊 他知道媽媽都給予他非常多的愛 這樣子嘛對不對 然後就被人家起禮說 你就是小三啊 你破壞了是兩個家庭 就是你有什麼好在那邊 小三風波又被吵了出來 但是呢這一次我們要講的是 渣男語錄 但我不知道會不會得罪等等盤點的各位男性們吧 先跟大家抱歉一下 繼林岳雲風波之後呢 就是我們的王定宇委員嘛 就是你知道風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欸你知道現在有個流行語錄嗎 怎樣你說 你分租了嗎 就是那個啊 分租雅房啊 發欠垮啊 怎麼可能啊 對啊 好 這件事情呢就是說我們的王定宇委員呢 他就是跟他小17歲的 顏弱方發言人 發言人 對 就是分租了一個八千塊的雅房 然後鬧得飛飛揚揚 然後他其實也有說 OK其實他們兩個不是共用一個廁所 而是其實是兩間廁所 對啊 可是那時候大家找出來的平面圖不就是 他就說你們都搞錯了 你們就沒有進去過 就是那邊移而傳而沒有 沒有是兩間廁所好不好 然後也說他就是不要租了 因為他覺得顏弱方租他的房子太貴 對 然後那時候宅城租血痕啊就有說 哇賽 八千塊你還嫌貴 你八千塊 然後又有一個美女住你旁邊 然後還就是接送你上下班 然後還送你早餐吃 這樣八千塊會太貴嗎 OK 所以就是今天就是覺得 嗯 就是王定宇委員 他講出來的一些話 也是蠻讓人家一笑大方的啦 之前其實都有傳言說 他跟張宏傑其實婚姻就有一點 裂痕 裂痕 因為是宏那時候他就講說 他該回日本了 對 符原愛自己有講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自己 可能心情比較不太穩定 很低潮 可是問題是 就是 他是一個已婚身份 但是又找了一個 認識很久的高大帥男 對 他是說他跟這個男生認識呢 是約莫在六七年前的一場聚會上面認識的 你去聚會 你認識一個男生 應該就這樣子而已吧 而且你是已婚身份 會在六七年後 再約見面 然後一起手勾手出去吃冰 然後共度一晚嗎 是覺得有點可疑啦 對啊 然後他那時候 有就是被週刊拍到 確實是有在酒店呆了一個晚上 然後那時候 可是問題是 符原愛都會講說 他們雖然是同住一間酒店 但是兩個人住不同間房 你相信嗎 這個跟王定宇還有顏若芳 住兩間房間 然後用不同的廁所有什麼兩樣這個說法 我有點不太相信 大家都成年了啦 就是 是非判斷在個人的心中啦 這個就不得不提到 李安東先生 三場的擁抱 他最紅是這首歌啊 當時李安東就參加星光大道 非常的出名 然後後來就是 他也結婚了 還是那個非常可愛的混血寶寶 結果沒有想到呢 他在拍戲的時候就認識一個 女演員叫做管慶的 對 他們兩個就 傳出了不倫戀 那時候好像是 李安東老婆就私下跟記者透露 就說 他的時候就很生氣 問李安東說 你說 是那個女生 床上技術比較好 還是我 然後李安東就說 是他 Oh my God 就是非常不給他老婆面子 很簡單的 一直以來這一段 友誼情感喔 滿滿的 都是滿滿的 那自己沒有拿捏好 這一個好朋友的分寸 然後那時候 阿翔記者會也是 開得很脫序啊 就說 他跟謝忻就只是好朋友 只是這個好朋友的分寸 沒有拿捏到啊 然後就是那個 那個說法就會讓人家覺得 你到底在說啥啊 這七八糟 最經典的呢 我覺得要 莫過於阿基斯 他就是拍到說 阿基斯就 那時候 他應該是下通告 然後之後 因為他平常就是 你知道阿基斯不會開車 他是騎摩車回 就是上下通告的人 所以那時候他就拍到說 阿基斯就帶著安全帽 坐進去一個 女粉絲的車子裡面 那個車子呢 就 撸進去摩鐵了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 他還在 事情還沒爆發之前 他還有跟他老婆 就是拍廣告 然後上通告 就是好好 愛家男孩 這樣子的形象 所以那時候記者會 大震撞 大家都會覺得 都拍到說 你就坐到那個女粉絲的車 然後 又嘴巴碰嘴巴 你不要跟他講一樣的話 接吻 KISS K-I-S-S 可是問題是 阿基斯說 那個 嘴巴碰嘴巴 是他的嘴巴 嘟過來的時候 我沒有後路可以退 親一下 親一下 國際禮儀啊 嘴巴碰一下而已啊 裡面舌頭沒有 喇來喇去 他就是很熱情 然後感覺很委屈 那你很委屈的時候 他就 老公 我想閃 我都沒辦法閃 沒有進一部房間裡頭去 做任何肌膚之親的事情 但是好家在的就是 我們都很清白 我個人也很清白 不是外遇 是巧遇 有沒有 不要在那邊亂傳了 那時候週刊好像 就句戲迷移的說 就是他們兩個在那個 摩天裡面 待了大概 三四十分鐘 然後 你知道三四十分鐘 對女 我 對男生 代表是 什麼意思 欸 阿基斯六十歲的吧 那時候六十幾歲 被拍到 我覺得三四十分鐘 扣掉洗澡的時間 二十分鐘 我覺得算厲害耶 哈哈 但是阿基斯在記者會就講說 如果我們兩個有怎麼樣的話 我怎麼可能只有三四十分鐘 哦 哦哦 接下來還有印象讓大家非常深刻 就是咱們的 成龍大哥 哇賽 我小時候一直看他電影長大 對啊 他那個罪權 他一直學他打耶 怎麼樣 成龍大哥怎麼樣 不是啊 因為那時候也是一樣 他就碰完那個記者會說 他犯了全天下的男人會犯了錯 他說跟吳其力小姐就是外遇的時候 然後生下了就是他的女兒 吳卓琳小姐 然後他就那時候開記者會就說 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的說 我覺得這句話 但我不知道怎麼接下一句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啦 再來還有還有很瞎的一個事件部就是 就是咱們的許智安先生 記不記得 曾秀文 對 那時候許智安他就是跟一個小他 好像很多歲的 快二十歲的一個空姐 農藝人 就是在計程車上面拿機 我今晚的確喝了很多很多的酒 但是我覺得 喝了很多很多的酒 喝了很多的酒 絕對不是那個時候 去玩這些這麼重的事 看我孤流涕 然後就說他自己就是分寸沒有拿捏好 也都清成那樣的 分寸沒有拿捏好 這樣子說法不太牽涉了 我覺得那個分寸 這兩個字 真的很難去界定 對 只要有意思沒有出事的話 大家會想說分寸沒有拿捏好 我是說在座的各位 都是垃圾 真的覺得這個 是我自己覺得 不是很能夠原諒的 為什麼 你自己想看如果 好我們現在講就是 九把刀先生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九把刀先生的事情 是鬧得沸沸揚揚的 因為他當時有一個 很交往很多年的女朋友 十年的女朋友 那其實周主播 真的長得蠻甜美的 笑起來也甜甜的 跟你一樣 笑起來有靈活 對啊 甜甜的 然後就是 就是讓九把刀先生 你知道掀起他心中 那個 波蘭 波蘭 就覺得哇天啊 好久沒有看到這個漂亮 因為我心動的女生了 可是問題是有女朋友耶 看拍照的那個女孩子 並不是我的女朋友 對 所以我劈腿了 她講的那個說法 我真的不能原諒 她講什麼 她說 嗯 我兩個都愛 但是在愛情裡面 是不是只能選個 這跟她的電影 落差好多 對啊 她的電影裡面 都把男主角 刻畫得那麼刺激 結果她居然就是 還想魚跟熊講兼德啊 你有沒有發現 這幾個事件部裡面 最受害的都是女生 有嗎 對不對 不管是許智安的那個 空姐 女藝人 或者是 謝忻 對不對 還有烏起立啊 烏起立啊 就是被大家最圍剿 最攻擊的 好像男生都還好耶 對啊 都是女生受傷比較嚴重 所以我覺得 當男生在那邊 就是你知道 那邊愛你 愛你的時候 你可能就好好考慮 你可能會遇到的下場是什麼 就是希望不要再有受害的出現囉 對 今天的聊八卦就到這邊 掰掰 好 好 這個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